蔡英文執政以後 國家就是我家 愛拿桌子就拿桌子 這些建商為什麼這麼願意出手大方 去捐給這個陳其邁壽山動物園 請問一下 這是不是買門票還是付保護費 你剩了這麼多建商的錢 你真的敢大方嗎 陳其邁講清楚說明白了 蔡英文執政以後 國家就是我家 我跟各位報告 其實大家可以去查查 台電每年的敦期募鈴費 到底發給了誰 都是民進黨的縣市 還有民進黨的立委 大部分是民黨的立委 就對 我可以跟大家報告 台電我沒有幫他 我沒有要過他一毛錢 當然我就可以 因為我是覺得我們沒了 就是要去監督這些單位 五億的預算 自己只花五千萬 剩下通通去 真的是把國庫當成黨戶 我覺得民進黨太過分了 蔡英文執政以後 不管你有沒有專業 分封國營事業單位幾千個位置 就給了他們的樁腳 給了他們選舉 選舉有功的人士 你現在看陳希麥 陳希麥還大眼不談的講 說都有蹲機募鈴費 但你去看看拿了多少 別的縣市拿了多少錢 我今天就接到三個縣市長給我的訊息 他說總召還有人叫洪太 他說我們也想要 我們縣庫也短缺 平常講陳希麥 當過你當過行政院的副院長 你就可以這樣子 依止氣死的要求這些國營事業單位 就這樣子去拿錢 我覺得老百姓覺得 就算你幫高雄市政府有建設 大家都覺得其實不義之財 你在破壞國大的制度 莫此為正 但是誰容許他這樣辦 兩個人容許他這樣辦 一個是蘇貞昌 一個就是蔡英文 不要把你們執政以後 分封為職以後 一個人年薪了幾百萬 這個時候你縣市 你的執政的縣市跟國庫 跟國營事業單位 愛拿多少就拿多少 真的破壞國家體制 這次光是一個獸山動物園 他就可以拿到國營事業 這麼多錢 三大國營事業 拿了各要出八千萬 所以現在新北市 大家都知道新北市 有核一核二廠 然後台中 台中火力八電廠 桃園有五個電廠 所以每一個城市都認為說 高雄可以拿那麼多錢 那我們為什麼沒有 所以大家都覺得 哇好真的都流口水 那這個事情我覺得民進黨真的很敢 而且真的很敢要 那麼特別是台電 台電你知道最近嗎 光是在高雄一個區 就是鳳山區 這個還是黃捷去執行 執行陳其邁 一個月無預警停電三次 好陳其邁還說我震怒 好像我要追究台電的責任 搞了半天 所以他跟台電要錢的時候 台電當然不敢不給錢啊 害怕他來追究我的責任 而且你看那公文 其實他很敢要 直接講說八千萬 一張紙啊 那個就是八千萬的支票 就是那個白花花的銀子 到底陳其邁有什麼這樣的能力 在台電虧損超過六百億的狀況之下 一下子願意給八千萬 說實在這個壽山動物園 跟台電的業務 八根是打不上關係 那可是問題是陳其邁要啊 那顯然陳其邁現在在高雄 他希望提出一些政績 對不起啊 比如說缺電的問題啊 天坑的問題啊 他沒有辦法解決 那就把這個壽山動物園改造改造 然後有什麼空中的這個步道 然後弄得非常的炫非常漂亮 那就會變成他的一個政績 那事實上在高雄 他有1400億的稅出的預算 他是直轄市 可是他就要另外的生錢 那除了這個國營事業之外 國營事業我們會認為說 所有的國營事業是來自於納稅人的錢 那麼公營事業不能夠成為 特定縣市長的提款機 就是你想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直接就伸手跟國營事業要錢 那你這樣是有財務的評估嗎 你有沒有黑箱作業 好我接下來講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他這裡面還有很多民間的捐款對不對 那你民間捐款 你剛才唸到一個比如說像新復發 他說有官商過 因為他有一些弊案嘛 但是你這裡面 所有你唸到的 比如聯尚 達利 成陽建設 大家可能不是很對他們很熟悉 可是對不起 他們都是高雄市的指標性的建商 你知道嗎他們搞什麼新市政 一下子就幾十億的推案 那大家應該知道嘛 過去這一年高雄的房價是漲翻了 所以他們大量的在投資資 那你想想看所有的建商 他光是跟市政府申請建照 未來這個申請使照 你給他壓一個禮拜 壓一個月 壓三個月 這些建商他的資金壓力 那個錢不知道是多少 所以這些建商 為什麼這麼願意出手大方 去捐給這個陳其邁壽山動物園 請問一下這是不是買門票 還是付保護費 如果我們市政的建設 可以這樣亂搞的話 公益事業也要錢 民益事業來收保護費 請問一下 大家都可以如法炮製是不是 我們整個納稅人 或者我們整個市政的一個公益 什麼叫居住正義 你收了這麼多建商的錢 你真的敢打房嗎 為什麼高雄這個房價漲那麼高 陳其邁講清楚 說明白 以前我們在罵國民黨是黨國不分 現在是家天下 也就是說這個家店 國家這個店是他們家開的 所以你要什麼樣的官位 你要出來選你的提名 你要錢就可以去拿提款機 非我族類齊心必欲 照說那種敦親牧靈等等 應該有固定的 比如說回饋金等等 應該有什麼樣的 比如說魂化爐 垃圾堂的 一定有它的道理在 現在民進黨不只是對於縣市首長 像我們那種學術研究單位 那種的所謂的團體等等 其實以前國民黨是固定 有一個公關費 你這也不得罪我們這種人 OK 現在民進黨就非我族類的 一定就是把你打壓到死了 所以回頭主持人在問 說這些人有什麼共同點 他們就是小英的男孩 跟大部分就是小英的男孩 我看起來差不多40歲到50歲左右的 這裡面大概又分兩大類的人 一大類的人就是說機要世代 像現在他們那些 左龍太那些算是學運世代 那些算是百合 現在是機要世代 接著太陽花還沒有到 可以到上面 所以是機要世代 第二個是其實你會看到 他們不分區的也好 或者是類似於臨近也好 他們背後其實都是地方派系的人 地方派系這些人是不分藍綠的 只不過說他們也有年輕的對不對 你看林靖宇我記得是 馬總統的時候 好像給他當行政院 什麼樣的一個委員 性別 平等 還是什麼委員 然後他就靠過來 所以我意思是說 當然我可以理解地方派系 就是這個400年來 就是為了統治者 虛與偉者 周選 但是我也覺得說 他們其實是沒有什麼立場的 而且問題就是說 民進黨早期出身的人 還是有點理念等等 但是現在這些人 臨時出來的這些立權的新貴 就是那個死樣子 我真的很想說 我做一個結論好不好 就是說可以跟他來做 講香菜等等 阿狗 阿貓那個焦田 打情罵俏的 卻可以拿到錢了 我得到了 好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